YOW! WHAT'S UP! 歡迎回到Kevin GO! 我是薰 我是Kevin 今天我們要來看看這一位打377碼的男人 球袋裡面到底都裝了什麼武器 首先我們來看看Kevin教練的一號目 這就是打377碼的球杆 它的桿頭是使用Teleman的Steels 9度 9度 那也是Plus的 Steels Plus 還是會有點差異 Plus打起來易打性會比較沒那麼高 但是相對的它打出來的後炫量也比較低一點 所以距離會比較遠 我看角度沒有調過嘛 沒有 然後感身是Basilis的... 這是Beta嗎? 它是Beta 它是第一代的Beta 所以跟之後看到它第二代的那種是不太一樣 有點不太一樣 60克的印度X的感身 對 它是有點不一樣 它是ProSpec 所以它比一般的60X再硬一點點 再硬一點點 對 比一般的再硬一點點 然後因為Beta的型號是不是它就是 前中後都是屬於比較硬的感身 中間軟的 它是前硬後硬 前硬後硬 前硬後硬 中間軟 對 所以剛好比較會適合像 我容易打去左邊 比較容易打左去的 不是說打去左邊 球比較容易是有帶左去的 所以 示範比較好的 對 剛好比較適合 因為它回正才不會彈的那麼多 或幹身才不會回正太多 我把這支其實 看起來 鏡頭裡面看應該看不太出來 但是它其實是比較 粗一點 比較粗一點 它不是一般的那個 真的耶 它還蠻粗的 比較粗一些 對 那你這支的揮重是 大概是做在 D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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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克的感身 對 整體沒有 揮重感覺沒有很重 因為D2.5 但是因為 感身跟 我的握把 它兩個都算比較重 所以整體是平衡的 它整體是重的 但是 沒有說只重在前端這樣 好 那接下來我們換這支是 3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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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該不會是M2啊 真的是M2耶 M2 用很久了 1號目換了最新的 那3號目還是用M2的原因是什麼 對 主要第一個是因為換完那個 Steels之後就沒錢了 然後 不是啦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想說你也用M2 我就是向你看齊 對 對對對 我的1號目也是M2 你的1號目是M2 沒錯沒錯 向你自盡 不用自盡 對 不用自盡 沒有這款真的我覺得很好打 因為 其實我以前蠻 算是蠻不會打3號目的 對 3號目本身當然比較難打 但是我真的還蠻不會打3號目 然後就是剛好有一次機緣巧合打到的這一支 就是我那時候的教練他給我 然後我就打 哇 怎麼那麼好打 而且打超遠的 喔對 你的3號目是真的很有 我記得宏襲 你還記得那一棟嗎 你直接打穿 喔對啊 對 很多棟像國際那個也可以啊 國際有那個西區的那個第7棟 他那個四桿洞 也大概300左右吧 所以也是可以一個on 我發現你的 發現你的木桿都是用Telermade 是因為你很喜歡他們的木桿嗎 還是 嗯 木桿來講的話 比較偏向Telermade 我就覺得打起來的 主要應該說打起來我覺得比較遠啊 對我來講 我覺得我打起來的距離還是比較好的 然後就是球桿擺下去的設定上面 我也覺得他比較漂亮一點 穩定度也夠 對 穩定的話 我不知道因為我蠻歪的 不要這樣 但你很遠 就是我 我比較喜歡他的感覺啊 就是他的設計感什麼的我也都比較喜歡 感森也是Basilis 感森是 也是Basilis的 他是那個ABCD的哪一個啊 Spada的話 他是B 也是B的 對 然後是65克的X 沒錯 哇 超密欸 對那時候原本 原本也是裝跟Drager同一個系列的感森啊 只是說 就是那時候裝一個70 好像是70幾顆的吧 我記得 但就是揮起來 效果 比較重一點 比較重了一點 啊 那時候 我們跟Joyce那一集 就是用那一支 那時候感森還是那一支 就是那時候還在試用 但是就 揮起來就覺得 力量好像出不來 有點重量有點太重了 所以後來又換了這支65克 但沒有啊 你那一集 我記得有一棟 你也是 拿 就是那個 有一棟很漂亮 打那一棟去 對對對 可是我覺得操控性的話 就有點太重 讓我不好操控它 喔 信心度沒那麼好 換這個就是 雖然它沒那麼重 但我覺得我可以比較輕鬆的去 做我想要 有去活桌去這種秋路 喔 但 你的灰數是可以打75克 但是你沒有選擇 你覺得 對不會說 對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比較磁力一點啊 其實 沒有那個比喔 好 再來是 啊我們來看一下 你的鐵桿 鐵 好 二鐵的部分 二鐵 哇 也是T&M欸 也是T&M欸 這支 這支也是 放很久了啦 也是一個機緣巧合 一個機緣巧合 這個也跟三號目一樣 機緣巧合 因為 那時候 那時候我忘記是怎麼樣呢 就是雞腿 雞腿其實好像打的也還行 因為雞腿算比較好打 跟二鐵比起來 算比較好打 但是那時候就 忘記看到 不知道哪個選手打二鐵喔 還是怎麼樣 反正就覺得好帥喔 二鐵 就覺得二鐵打出來 不要說打出來就 然後鐵感覺就比較帥 那 那他跟雞腿比的話 他 他會比較 停球嗎 或者是 他比較好控制嗎 嗯 對你說 其實不會 說實在的 就是比較帥 對 但是因為我個人啊 我覺得我擺下去 我比較喜歡看 他看起來是鐵桿 跟你跟雞腿是比較胖的嘛 他看起來就是鐵桿樣子 我覺得他 方向性 對我來說 比較好控制 比較有自信 對 這蠻重要的 但是 論易打性的話 當然是雞腿會比較好打 因為雞腿的角度可以大一點喔 可能就可以打到相對的距離 喔 當然彈道也可以打得比較高 二鐵 二鐵 如果你要在球道大 會比較有一定的難度 如果是開球就很好用 就是 不建議我買 嗯 可以買 可以買 但不要用 OK 然後他 感生是 KBS 的 C-Type 95 S印度 95S的 這支當時也沒有特別配啦 因為 因為我剛剛沒有講到那個股市 就是我那時候很想要 打二鐵 結果剛好 就是有一個球友 他就說他有一支二鐵 他說 不然我沒在用 拿給大家看 然後後來就打了之後 就沒有換他了 一直在我球袋裡面 OK 大家還沒還他 OK 欸那位球友 如果有看到的話 非常謝謝你 在贊助 真的真的 很不錯 真的 他的握把也是比較粗的嗎 握把也是 但握把之後我後來也在換 也是GOLD PRICE 對 這也是比較粗的系列 接下來是我們的鐵桿 你鐵桿的話 長鐵到短鐵都是一樣的球頭嗎 長鐵到短鐵對 都一樣 那他的感身 也都一樣嗎 感身 都一樣 都是那個 都是KPS的 那 騎鐵來看看 哇那是 14的TC888 對 也是年代9元了 其實 2015年的產品 差不多 我差不多 16年換了 16年換 那 那 是因為打得很順手嗎 為什麼這麼久都沒有在更新鐵桿 因為 就還沒有人贊助 不是吧 沒有打得順手 打得順手 因為 其實球桿這樣啊 就是有的人會覺得 打高爾夫要花很多錢 嗯 但其實說真的 就是像我們 像我們自己在打 其實 就是這套球桿我是打順手的 我基本上 尤其鐵桿來講 木桿可能會換 因為木桿 可能會出新的 或是怎麼樣 但鐵桿如果你打得順手的話 基本上 他使用 可能都會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不會隨便換掉 而且 但我覺得應該也是因為你現在 灰桿很穩定了 所以 打一組順手就可以用很久這樣子 對 基本上是啦 因為其實從 從小時候到現在 說真的 我們也沒有 就是撇除你長大 然後 身高變高 然後才要換球桿 要不然基本上 其實沒有換過 很多足球桿 一直被我爸限制 就是可能你 初學的時候 會有一套 對 可能因為 畢竟我小時候就打 所以我可能大概 國小一套 國中一套 可能高中一套 這一套就大概是大學開始 所以等於我打了十幾年呢 就大概打了四套這樣 四套就 可是會換的原因主要是因為 長大 桿子不夠長 桿子的長度 沒有那麼長 所以才換 了解 就是 也是KBS的感身 C-Type 120 120 對 比較重 你揮重是大概 揮重的話 就是我記得 是在 D2.5 D2.5 它的角度也是 比較傳統 就是七鐵大概 33度 33度 34度那邊左右 沒有像現在球幹 沒有到33 34吧 應該 我剛剛查就是33 真的假的 沒事 對 那我真的打滿遠的 你真的打滿遠的 你真的打滿遠的 可以換 7.140幾 可以換2 偶爾150 你的話 你其實也大概 我記得你七鐵好像打 上次拍好像 100 carry on 180幾 190 忘了 我忘記了 但是 我記得差不多180幾 但是就是差不多是 我四鐵才打得到的距離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你的位置 欸 你位置 50 54 58 都是不一樣的單頭 喔 對啊 很特別欸 54 58算一樣啦 它都是14的 但是50是 比較特別是 那個 PRGR的 PRGR 對 日本的牌子 這隻 看起來也是年代久遠的 這個真的很久喔 這 我高中 好像高一高二就開始用了 高一高二 嗯 到現在大概 也才 兩年吧 OK OK 大學還沒畢業 還沒 還沒當兵 還沒當兵 OK 但是 我覺得他感生 我就真的看不出來是什麼 欸 感生說真的我也忘記是怎麼 這當然就是原廠沒有換過 因為那時候 那個 高中的那個教練 他就是 嗯 他有在賣PRGR 他有在賣PRGR 他有賣PRGR 他有賣PRGR OK 給我賣PRGR 給我賣PRGR 那時候 那時候他是幫我配50跟56 好 我比較常 那時候我比較常用到56在 在切球 所以他 很快那個擀面就 欸那時候練習 也比較多練習的時間 所以那個擀面其實就有點壞掉了 嗯 這隻50我會留著 就是因為 因為我現在放的是54跟58 但是變成我的P跟54中間 他就差了 有一個距離 所以我P當然輕打也可以去打到那個 控制在那個地方 但是會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這隻剛好就 因為剛好球帶還有空間啦 所以這隻剛好我全灰就可以打到他們兩個中間的距離 畢竟全灰對距離的控制還是比較容易一些 對 才不用特別要把灰桿放小 或是力道放輕 嗯 再來是54 54這個O1 因為你有貼一個鉛片 對 他也是14的什麼型號 什麼21 RM21 RM21 嗯 也是年代9月 年代嗎 差不多 就跟那個鐵桿是一起的 跟鐵桿一起 我記得是差不多的時間換 哇 哇 你打很準耶 沒有吧 這已經都歪歪的了 而且你看他那邊凸起來 喔對真的 捨不得換 對 捨不得有感情 有感情 有感情 一起去樹林敲石頭 敲了很多才敲成這樣 這該不會是我害的吧 這是不是我害的 不是 好險不是 好 你知道這隻是什麼感情嗎 這隻說真的我也忘記了 因為真的太久了啦 對啊 那時候 那個時候在打球其實 我那時候還不太會特別去了解自己 用了什麼感情 就是 喔配這樣喔 我就是喔OK 就是這樣我就去打 就去練了 對我也 我也不知道他把我配的是什麼樣 我就是喔 就是這個set 然後我就去練球 反正就是交給專業的決定 但是後來我 現在發現啦 就是年紀比較大 然後發現 其實應該要去 尤其像現在的選手 其實就是要多去了解你自己的球感 我覺得這個可以多了解 就是知道自己用的是 什麼規格啊 然後 什麼重量 什麼回重 大概去聊 不要說 喔 去要求人家要做這個 對 就是做成說 喔我一定要做這樣 因為 交給專業的決定說 你適合什麼樣的嘛 那 你可以了解說 喔原來我覺得大概是打在 可能 Swing Way是多少啊 第二第三啊 或是多少之類的 或是說我長度 通常應該是用多少 因為我覺得我以前 算 就是自己回想的話 我覺得 我以前不夠了解我自己 球袋裡面的感子 對 我知道我用什麼 Tailmate 什麼 Fourteen 但是我不知道它的細節是什麼 對 現在慢慢的 就是接觸的這方面 就 比較了解 我覺得會有差 對 畢竟 小時候都是 教練說什麼 說買什麼 你就買什麼 真的真的 那你這個 灰起來 它的灰重 是不是沒有像現在的 切乾 都是做D5 D4 D5 D4 D5 因為像我自己的切乾 它 原廠出來的設定 好像就是D5 喔對 因為你用那個 Tailmate的頭 它本身 通常比較重一點 它感頭本身比較重 而且它配的感身也是重 對 對我來說 是有點吃力 對 通常出場 它原廠出來的 大概 配的感身都是120的 但是切乾比較重 這是沒問題 只是說 通常因為這樣子的狀況 導致它的 swing weight 也會變重 感頭重感身又重 所以它整個就會變得滿重 你切短距離可能還OK 但是 因為你假設54的話 多少還是會有一些 50碼 60碼 70碼 80碼 這種需要靠 快接近全回乾的動作 那有時候過重的話 反而可能 也不是太好 就是 對 我覺得不要對swing weight有這個迷思 不要說 好像切乾就是一定要到D5 D6很重 這樣子 其實不一定要 如果你今天D1切得很好 它也是很好 不要去局限說 一定要到D7 這樣子 它有一定的理論 就是像 我鐵乾可能就沒有像切乾這麼重 切乾已經比較重一點 但是 不會說因為 現在是切乾 那它就要變成到D5 對 它就可能 假設我 像我鐵乾我剛剛說 它D2.5碼 然後像我這隻 我記得好像在D3 D3 快D4那邊吧 差一點點 我記得差不多 好 我們來看一下 58度 也是 不要 9度 也是14 對也是14 它原本其實是一樣的 原本跟54是同樣 同一個乾頭 但是就是 比較常切 因為58會拿來打沙坑 對啊 然後它會改變 就是有點 已經都受傷了 基本上切乾算消耗頻 對不對 切乾真的蠻消耗頻的 尤其像58這種 因為58就像剛剛 容易打沙坑 或是比較常用到 所以它消耗其實 就是 如果你有練球 就是 像一般 選手 他們在練球 其實如果你有練沙 可能很容易就消耗掉 那它大概是什麼時間 會需要去做更換這樣 主要是看感面 因為你可以看到 你自己的感面的這邊 它的 頭槽可能沒有那麼深了 或是有很多傷痕了 那這個時候 它就該換 對 你的球可能就沒有辦法 那麼聽球 那我看你 5458都是 用14的 是因為14它切乾做的 很合你胃口 真的蠻合的 因為其實我高中那時候 就很想 那時候其實14就 滿 它的切乾就特別紅了 就很多人 哇切起來 手感很好 但高中其實也還不懂 教練就叫我換PRGR OK 因為它就是賣PRGR 對 賣PRGR 所以我想 而且那時候14其實算比較貴 說實在 其實它現在也算 價位比較高的 但是其他牌子的也 價位也都上來了 所以其實 以價位來講 既然是差不多的價位 那 我就會選擇14 再來 有點的 推桿 推桿 推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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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又訂了一隻 你有訂了一隻 先不要透露 先不透露 先不透露 好用 好用的再透露 不好用我就不說了 Spider X X 嗯 頭比較小一點 頭比較小 就是 Microway用的那個 喔Microway用的那個 嗯 它之前有用過 它這是幾吋 34 但是我覺得 推起來沒有到 34 感覺比較短 對啊 推起來感覺比較像 33.5 可是要出場還要寫34 那你會選擇用這種大頭的原因是 你推這個推起來比較穩定嗎還是 嗯 畢竟我比較初學一點 所以 選頭大一點 那比較好瞄準 你是說 小麥也比較初學 對 不是 我們在推桿這部分 只是算初學 那它最近打得很好 它最近不錯 它最近真的打得很好 嗯 它最近成績又回來了 對啊 好想再看它拿冠軍喔 真的 沒有 它有拿了 它拿了 還要再拿 但我想要看它拿四大三冠軍 對 或者是看它去打個 立 可以講嗎 可以 立不會告我們 不會 PGA會告我們 PGA會告我們 這支 我主要會買這支 是因為我覺得我 就是剛好有一次看到一個朋友的啦 就是他也是選手 然後 他來換我 他來找我換我吧 然後 我就幫他換完之後 我要對正我吧 然後 擺他就說 這支推案怎麼擺起來這麼漂亮 就是 我會覺得他擺下去的時候很真 我好像不用特別去 覺得 我要把球幹可能拿挺一點 或是 開關一點 就覺得 放下去就是真正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去找一支 推起來也 覺得很順 推起來很順 它觸感很軟 這叫測馬區嗎 對對對 測距離 都可以啊 不許內容 雷射牆測馬區 測距離 都有人講 測距離領導品牌 對啊 不許內容 算是比較 他好像算 欸 我不知道算不算 最一開始就有做的 但是 就是幾乎 大家都是用這個啦 但他的單價也比較高一點 可是他的 像他比較 現在新出的那些 他的配備 其實 滿高級的 他會 有濕度 然後又有風 還有活度 都會幫你算進去 只是沒有打那麼準 那他 比較貴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 也有一些 我看有一些其他牌子 可能 3000塊 就有 但他們的 我記得都要 12000 差不多 差不多 功能比較多啦 主要 他有 就剛剛講那些 濕度 風向 然後主要是 他測出來的距離也比較準確 比較準確嗎 他測出來的距離 準很多 他對我來說有什麼幫助 沒有 沒有 因為打不準 我還先不用買 其實也是可以買 說實在的 就是 這算 大家求有的一個迷思 就是我還打不準 那我幹嘛 我是不是就先不用賣 什麼 就是問感地 但是 感地 報的可能準 但有時候 不一定準 對 你至少說 這邊假設150馬 那我是 測的時候 我確定說 這個地方是真的150馬 感地有時候可能看一下 你那邊打170 然後你就以為 你這隻桿子打170 這就很尷尬了 你下次遇到 這裡可能真的170 你會發現 他怎麼又打不夠 對 就會不確定自己的距離 那你有這個 至少你可以每次確定說 我這邊是剩下的雞馬 我拿這隻桿子 是不是打到這個距離 至少可以確定是自己的問題 對 確定自己的問題沒關係 但是至少你可以去修正了 你就可以去修正 看知道哪邊有問題 這很重要 這其實還蠻重要的 我覺得 就不會挨在那邊 是不是挨一抱不準 對 因為有些人就會覺得 啊 趕地沒抱住 或是啊我這顆剛好沒打到 或是 喔我這顆怎麼打那麼遠 就是會有那種 很大幅度的range 那其實很推薦就是 各個 層級的選 球友標準選手 都可以買一隻這個 對其實可以買 因為它基本上不會壞掉 我也用了 也是大學有買了 然後用到現在 我連電池到現在都還沒還過 那它CP值很高 CP值真的很高 因為 真的蠻耐操的 風吹日曬雨頂都還 那你覺得 就是一般人 他要一次就買到 像這種一萬塊左右的 還是說你覺得 它可以先從譬如說 比較便宜的牌子啊 三千五千 如果預算沒有到那麼高的話 當然可以先買比較便宜一點的 我覺得都ok 至少你可以確定說 你的GD是要打多少 雖然它不是那麼準確 但是 至少它那個機器測出來 GD就是固定就是那樣子 它有一個基準值 它可能 它不準確是 它每次打 可能都會不一樣碼數 還是說 它可能就會固定差10碼左右 這樣 應該說它的不準確是 我們之前試是這樣 因為有幾個人 就幾個朋友 他是買 就是比較便宜一點的 然後我們就試 然後我們測出來的GD就是不同 對 就假設我測出150 然後你可能就測出 有些會差比較多 你可能就測出130 有些可能再好一點 你可能是測出140 就我們的落差沒有那麼大 但是 如果遇到都是用Buschnell的球友 一起去打球的話 通常我們測出來的距離都是差不多 就是不管是什麼型號 對 不管什麼型號 我們的誤差值大概就是 可能五馬以內吧 不會差到太多 看一下你用什麼球好了 這是什麼型號 Pro V1 X Pro V1 X 紅字了 最一開始啊 我比較常用是卡拉威 卡拉威 對 因為不用錢 那時候 那時候我爸給我一堆 然後打不完 很開心 我B都沒關係 但是 大家那時候都跟我說 卡拉威的球很重 但就是他的球本身比較重 不是說打到很重 就是球本身的重量 比較重 然後我自己 因為你已經習慣去打那個球 我根本沒有那個感覺啊 嗯 然後後來有一次就是 又是幾圓巧合 就打到Tightless的球 然後 那個打到的感覺完全不同 我也覺得這球 就是一打到就很輕了 他就飛出去 那卡拉威那打到我會覺得 哇他很笨重的那種感覺 然後距離好像就很有差別 我那時候打我覺得距離是有差 就變比較遠 對 所以我從那時候就 緩稱都打Tightless 高級貨 高級貨 但是穩定 嗯 就是球 觸感什麼的 說實在真的 比較難找到跟他一樣的 因為他那個皮 他的球皮是有那個 轉力 轉力的 哇 這個是 雙人瑜伽 雙人瑜伽 怎麼用 不是 這是 這個是 那個我之前 那時候摩爾卡拉 有一陣子超強 去年吧 有一陣子超強 你說英國公開賽冠軍 對 好像是那時候 好像是那時候 然後 就是那個 看那個IG上面 就是有影片 他就會這樣子 就是 喔 這樣子然後在那邊轉 然後在那邊生 你知道嗎 沒為什麼 我就是學他而已 但我 但我沒看你用過耶 是因為 對 有啦 就是偷偷用啊 偷偷用 你以為我都沒熱身 我真的以為都沒熱身 你每次去 然後就 好像就直接打對不對 吃個早餐 然後就下去打 吃個早餐然後去廁所蹲一下 就去下去打 其實沒有 我有熱身 但這個已經真的 有點就沒有用了 那 他的 其實熱身蠻重要的我覺得 熱身真的是 不然很容易受傷 對 打球蠻重要的一個環境 大家會覺得 高爾夫不會受傷 其實超容易受傷耶 高爾夫真的超容易受傷 說實在 只是不會有那種 也不能說不會有 就是 他都是比較慢性的 對 累積的 對累積 然後你會有一天突然發現 啊好痛啊 對 要不然就是被球打到 很痛 對算是其中一個散散 不然打不到球也很痛 打不到球 對 心痛 心很痛 沒錯 對啊 這個其實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大家可以 因為他其實不是只有 好像剛剛我這樣拉 他也可以 承擔其他地方 迪卡農 迪卡農 對迪卡農 就我買了 很便宜啊 一個大概 一兩百吧 我沒記錯的話 很便宜就是 剛好打球前 可以把它 讓自己做一些動態的熱身 一兩百就可以 對啊 防止受傷 對 很省啊 你看 去看醫生掛號費 就不值了吧 很值得 大家一定要熱身 我爸看我用的時候馬上去買一條 去買一條嗎 去買一條嗎 有一次我跟他去打球 然後我就 那時候剛買 所以很愛用 開始熱身 然後 後來有一次 剛好跟他去打球 然後就看到 然後後來 下一次我跟他去打球 他又有一條 在那邊 怎麼啦 他怎麼也有一條 OK 很好笑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你的球袋 這是 Vesel Vesel了 跟那個鐵工廠 Metal Fair 3 聯名嗎 還是 算聯名嗎 還是要幫他們代工 老闆他們一起 老闆他們用 就是做公司 的球袋 Vesel的球袋品質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沒話說 質感真的很好 我覺得 我覺得他們也幫很多大牌子代工 像G4 PXG 很多 很多 PGA那種選手 也都是他們直接幫他做球袋的 而且 就是 雖然單價高啦 有些人會可能 就是 覺得 花 要花到比較貴的錢 但 說實在 就是一分錢一分貨 他 他雖然貴 但是他其實大概就一萬出頭 你使用上 基本上你只要 比較愛惜一點 他其實不太容易壞 而且質感很好 對 質感很好 對 那我覺得 有好看 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內容 現在我們頻道有多一個新的功能 就是 超級感謝 超級感謝他的按鈕在 你那個畫面的下面 下載的旁邊 有一個超級感謝的按鈕 你點進去 就可以給我們一些小小的支持 讓我們繼續想出更優質的內容 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你們的Kevin教練 我是薰 下次見 下次見